那我們最後簡單的幾句話 跟台灣的媒體跟觀眾朋友推薦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看我們都不完美好不好 請從男性哥開始 其實這部戲在華人的社會 大家都會看到家庭破裂 孩子們在哭哭歧途 走上的路歸路這方面 華人社會都雖然故事是有點煩 不過在這方面的訊息 我們交代給觀眾們就是說 家庭不要顧慮的孩子們 對於這方面的犯錯的 家庭要給他們激的 雖然一時迷路沒有關係 但是要記得走回走可以的道路 對 把他牽回來 甚至不是說家長朋友 在這方面也能夠就是捐助免水 去幫助他 好 謝謝男性哥的這個推薦 來 竹平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社會的問題 都是由家庭的問題延伸出來的 所以我在想如果很多家長 願意花點時間陪伴小孩子 甚至把他們帶來看這樣的戲 你就會知道說怎麼樣去進行 家長跟孩子之間的溝通 因為這樣才不會讓你的就是隔閡率 就是代溝越來越深越來越深 導致於後面不能溝通 然後住下大錯 你要拉也拉不回來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家長 真的應該要先看這部片 然後去學習怎麼跟孩子溝通 去瞭解孩子們的心態 對 不能夠以自己的想法去管教 因為說不定他叛逆 因為誰沒有叛逆過 人不叛逆往上臉 對 對 你要去設身處理的去想 為什麼他今天會這麼做 對 我覺得應該要來看 所以基本上 觀眾可能從電影裡頭 可以學習到很多自己 你們演出的過程當中 會頓悟 瞭解 啊 我當了媽媽 你當初應該要這樣跟我小孩講 也許會這樣 那小孩子會覺得說 也許我這樣跟我媽媽跟我爸爸講 他們就會接受 嗯 對 其實會兩方面的 會有進行交流的教育 對 不管是演出啊 或是觀眾來講呢 我們的不完美 都是一個很值得推薦給 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欣賞一部好片 再次謝謝南星哥 謝謝 這次的合作呢 跟楚萍呢 很開心 因為大家的默契十足 對不對 就是很開心 然後這次就是中港台 跟南星哥 還有佩旭哥 然後還有啟致大哥 然後還有這些小朋友合作 然後覺得 真的就是 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默契 就是大家都拍得很順利 我在本地新加坡呢 剛剛完成了兩部電視劇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製作單位呢 在考慮另外一部電影 那麼也會從台灣開始找演員 我有時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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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是我們公司製作的 那麼接下來呢 公司呢 也會製作類似這樣的一些寫實片呢 給我們華人的市場 有華人的地方呢 就能看得到我們的 我們有好幾場戲呢 被導演給卡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鏡頭太過暴力 太過親熱了 因為他 對對對對 有 錯了 錯了 是他跟佩序的 佩序的 對對對 啊沒有 也沒有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以少了這部份呢 這是具有教育意義的點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害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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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